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第一个在该赛时中斩获三双的中国球员 18-19赛季 当时仅有18岁的郭浩文便进入了八一南篮 菜鸟赛季他的出赛场次就来到43场 且在17.6分钟的上场时间里 场均可以拿下9.1分3.5篮板1.8助攻的经验表现 在19年2月15日与青岛一役 这位初出茅庐的菜鸟打出了生涯代表作 全场出战46分钟 狂砍25分9篮板9助攻的准三双 可以说是将自己的篮球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第二个赛季 郭浩文继续获得球队重用 不过这一次 因为场下个人作风问题 在赛季中期被八一给封杀 此后便再也没有为球队出战过一场比赛 而他在这赛季的数据 也停留在了10.7分 2.9篮板1.7助攻 本赛季随着八一南篮的正式解散 郭浩文也迎来了解敬 而像他这样具备无穷潜力的后场星星 自然是多支球队争先轰抢的香摩摩 财大气突的上海南篮便将目标放在了郭浩文身上 由于阵中后卫位置上始终缺乏得力人手 上海南篮这几年大多数时候都只能依靠小外去打破僵局 不过有着一手不错持球能力的郭浩文加入 终于解决了这一顽疾 在第三阶段才加入球队的郭浩文 在首秀与山东的比赛中 便获得了24分钟的上场时间 九输战阵的他虽然手感不佳 九头井三中 但仍然展现了自己的全能身手 整场比赛 砍下7分5篮板 三助攻二抢断一盖帽 攻防两端和组织方面 都给了上海极大的帮助 经过短暂的适应之后 郭浩文也得到了首发的位置 多场比赛 打出得分上双的表现 在倒数第二场收官战予山西一役 郭浩文全场出战38分钟 20投9中 得到生涯新高的30分5篮板三助攻 虽然上海遗憾失利 但郭浩文的大爆发 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 整个赛季下来 郭浩文为上海出战了15场比赛 其中7次都是首发 在25.9分钟的上场时间里 场均可以拿下生涯新高的 13.9分4.1篮板 3.1助攻一抢断 只不过在投射方面 确实还是不太稳定 投篮命中率和 三分球命中率分别只有38.6%和24.2% 而这次在美国特区 也希望他可以多多精进 自己的投射能力 如果能够补足这一大短板 郭浩文的未来确实不可限量 前不久上海刚刚官宣了自己的新任主帅 前广下主教练李春江走马上任 而这位有着丰富 执教经历的冠军教头 在广东培养了周鹏 任俊飞这些球队未来的核心 之后去到广沙 同样为球队挖掘了胡金秋 赵延浩和孙明辉 而像郭浩文这样 年少成名的天才球员 如果能够把注意力 全部放在篮球上面 确实是很有机会 在李春江的悉心调教之下 彻底兑现自己的天赋 成为上海未来的舰队基石 至于入选国家队 相信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而面对这位至军严谨的新主帅 对于郭浩文 即使机遇也是挑战 如果他要叛逆 不服管教 吃亏的只会是他自己 但如果能够虚心受教 他的前途将会是一片光明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